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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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张学良查问此事时 长静拍着桌子大声说 阔建林警队我早就批完了 还请示什么 把张学良抢排得半赏无语 张学良 常对待最高行政军事长官如此 对其他用戴张学良的元老 则张口就骂 举手就打 而建于阳 常势力的急剧扩大 东北各地的元老们也只有敢怒而不敢言 只好暗地里向张学良献言 张学良与阳 常的最突出的矛盛 还是表现在东北意志问题上 张学良站在朴素的民族主义的爱国立场上 主张意志南京 统一山河 共欲外武 阳 常则竭力反对 原因是 一旦意志会破坏他们 早已取得或即将取得的个人利益 因此 在张学良决定意志的问题上 杨 常二人带头煽动反对 甚至谩骂 二 赴寿宴张学良蒙修 1929年1月5日 杨宇婷借其父祝寿之际 在其私底小和颜青云寺胡同 参议府内大摆寿宴 东北各地的官员及元老仲臣 也都为了崇礼前往祝寿 以柏阳之欢心 曾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 晚戏军阀 北伐后垮台担任总招待 曾任国务总理的攀附 亲到大连迎接京郁明觉 承宴秋到阳府唱戏 蒋介石 白崇喜 阎西山集关内的 所有实力派都派代表前来祝寿 日本政界一派了祝奉总领事林九之郎 丁野无麻的为代表来凑热闹 总是祝寿的盛况 在当时的沈阳 却属史无前例 张学良也不能例外 他为了崇礼 集金条三十根 崭新为开封的光阳银元二岸块 亲往祝寿 当他步入大客厅时 参加祝寿的东北高级官员正在赌钱 张学良的是为副官谭海高声喊道 副总司令道 少数人略欠欠身子 多数人只是坐在原处牧视了一下 接着 旁若无人寺的高声嚷叫继续赌钱 而杨宇廷步入客厅时 那些文官武将 则全体肃然起立 鸦雀无声 杨是一众人落座时 来宾才敢坐下 对张学良亲往祝寿 杨宇廷竟以普通的礼节代之 连手也没握 只是说了句 先找个地方先会儿 吃过饭再走 短短两句话后便转身招呼别人去了 对张学良的态度 竟与普通宾客无异 张学良待了不到一刻钟 便率队回 到了率府 半宿没有讲一句话 显得异常烦躁 天将府小 张学良终于按捺不住 向夫人于奉智说了除掉羊 常的想法 于奉智坚决反对 苦口婆心的刀念几羊 常曾对张氏家族的好处和功劳 以及二人并无兵权 不至于张学良文言一时犹豫 也就暂时打消了除之羊 常的念头 但到了1月10日下午 张学良对羊 常问题的抉择 哭又发生了重大变化 三 在成立所谓东北铁路兜办公署仪式上 杨宇廷 常英怀先斩后奏的行事方式 让张学良下定决心 除掉两人1月10日午后30左右 杨宇廷 常英怀来到率府求见张学良 要求成立所谓东北铁路兜办公署 以常英怀为独办 二人还带来了事先你好的文件 要张学良签字 张学良事先并不知晓 张学良表示 东北刚刚一旨 府京安定 涉及外交之事 应让报南京政府 不能草率 当从长计议 如阳 常此时稍有自知之明 应到此之步了 可他们却固执己见 继续纠缠 坚持非签字不可 张学良仍然委婉劝说阳 常大怒 阳立生说道 别跟我咬文嚼字的 说那些没用 赶紧签字 常也阴沉着脸粗暴的吼道 少蠢 这啊应得 沙灵切了 东北方言 意为痛快等等 气焰十分嚣张 张学良为缓和气氛 推说天思已晚 请二人在府上用过饭再牵不迟 二人这才稍稍平息怒气 说行前已答应回家吃饭 晚上再来 阳 常于是离开帅府而归 二人走后 张学良把茶几上的杯子摔个粉碎 夫人于凤只听到摔东西的声响 从楼上跑了下来 见张学良脸色铁青的喘着粗气 问道 汉青 为何如此生气 张学良答 大姐 二贼稀我叹慎 夫人见张学良整日处于苦不堪言之中 便设法劝备 古人在遇难事时 以补决疑 今日不妨补善衣卦 倾从天意吧 香 官史燎记载张学良与于凤 至曾用投掷大洋的方式 决定是否杀洋 常二人 在此不予赘述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最终 张学良命人召来为市长高纪役 对他说 杨宇婷 常殷怀欺悟太甚 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 刚才又抢破成立东北铁路公署 并要发表常殷怀为铁路督办的任命 说是能够管理中东铁路 事关外交问题 万一得请示南京政府 我无权决定 但他们逼我立刻签字发表 太不像话了 现在他们回去吃饭 很快就回来 我给你命令 立刻江阳 常处死 你率预队执行 高文 在什么地方 张学良答 在老虎厅 该厅在大清楼东北角 使第三会客厅 因陈列汤玉林赠送的两只老虎标本而得名 接着又盯住了一句 他们身上都带着枪 高纪役领受命令后 会同张学良的侍卫官潭海 挑选了六名精壮的卫士 去执行楚智阳 长的任务 炫有 命令总部位队统带刘夺权 担任帅府内外警卫任务 王以哲担任城皇守备治安任务 当时 帅府有个规矩 外边的人进帅府 一律不准带武器 不准带兵 但杨 长二人交横无礼 随身的武器从不交出 也无人敢管 无论到哪都有一个警卫连跟着 但他的警卫 连无一例外的 被安排在帅府卫队的三连驻地 因为这是惯例 所以杨 长并无察觉 杨 长静止走进了老虎厅 长进屋就喊 小六子 小六子 张学良忙从楼上下来 少帅的是卫官潭海 但事先吩咐好的行动方案 轻松解除了杨 长警卫队的武装 并将他们送到大北监狱压了起来 解决了这一连人后 潭海把一个写有钱愿意处理完毕字样的字条派一个副官传送给老虎厅内的张学良 张学良看后 望了望喋喋不休 继续纠缠的杨 长二人 一语双观地说 二位话说得这么多 是不是有点渴了 杨 羽 情美好气 递回了句 是有点渴 可我不爱喝水 长大脑袋紧跟着溜缝 就想让你签字 张学良说 不爱喝水 那就吃西瓜 来人 度两个西瓜 是从忙上楼去去 扫兴下楼回话 西瓜在楼上兵里认证呢 夫人正在洗澡 我不便进去 张学良对洋 常说 稍等 我去拿 方才这些话 都是事先商定好的暗语 目的是将张学良引出 张学良抽身离去后 老虎厅的南门迅速被打开 高技艺 潭海率六名标状的卫士 手持狭枪闯了进来 三人一组分别将杨 长暗倒在地 高向二人大声宣布 奉长官命令 你们二人阻挠国家统一 这将二人立即处死 就地执行 杨 长文眼 脸色惨白 目瞪口呆 一句话也没说出 四名卫士分别按住杨 长二人的双肩 两名卫士分别用枪抵住 二人的后脑 连开竖枪 结束了二人的性命 血染老虎厅 紧接着 张学良按照事先已定的 步骤 写出阳 长府法的通电 一个发往南京 一个发往东北军政两界 主要工作完成后 张学良又把刘统带及刘多全交来 嘱咐他说 你赶快拿着我的信 去见杨大嫂 长大嫂 各送抚慰金一万元 并指示 杨 长被处死后 不诸连任何官员 最不及欺奴 对杨 长的身后事 也做了妥善处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